清明和春节都到过湛江瑞西县城内市场 但这两年海鲜区的红色灯光太恶劣 拍摄效果极差 就简单记录一下价格信息就很少 将就看 很漂亮的马娇鱼 康式马娇在湛江的产量很大 价格也不错 肉厚无小吃 但是实位一般口感偏韧 也有人偏爱知 通常烈烟以后干煎 煎闷或制作梅香前鱼 黑鸡雕署名黑粒 在湛江的产量极大 实位也不错 但总是被黄角粒压过一头 大规格的黑粒好吃 也一得 就是要五六十以上一斤 贵 蒸 煎 煲汤 煲汁 刺身都好吃 黄奇鸡雕署名黄角粒 算湛江是鱼 鲜香黄的实位好 极受欢迎 做法统上 价格就更贵 马有鱼 海边人都知道好吃 油脂丰富 口感好 味道鲜 各种做法都好吃 黑色鱼鳍的是 多龄四子马霸 没有养殖 一般是野生 黄色鱼鳍的是 四子马霸 有养殖 当然大规格的 基本是野生 大斗昌 这名中国昌 肯定好吃的 就是很贵 那沙尖鱼 多数是多龄喜 这个鱼也非常受 赵家人喜爱 干煎最好 大的要一百左右 或者以上了 基隆仓 这么大的也很好吃 我倒没吃过 大海莲 没吃过 听说不好吃 又粗 味道也差 大龙梨 左边是黑塞舌塔 黑塞盖 三条侧线 是香港人最推崇的 番梨正种 左边这条只有两条侧线 可能是宽体舌塔 都是真正的好东西 乖嘎耶 牛尾 郑明 勇 又粗 味鲜浓 包出了汤 很鲜美 爱是蛇慢 没吃过 我看到藏江人 长断带血 包粥给小朋友吃 大吻鞋齿鲨 是最常见的 食用鲨鱼品种 线文慢粘 海塘丝 背中其有剧毒 要小心 食后容易变质 臭心 活得食味 比中华海年好 短吻臂 留肠 好吃的小鱼 可以游菊 蒸 轻煮 吉喇副业生 署名吉尾鱼 纸锋又嫩 亮到价廉 煎煮 闷都好吃 还有些小炸鱼 都是好东西 这是开刀大珍珠笼笼的鱼杂 有鱼籽 鱼杆 鱼肠 鱼扣 都是真心好东西 买买买 然而拍到的不多 这是花虾和大白虾 也就是日本对虾和长毛对虾都好吃 这些也是长毛对虾对应是大白虾 另外大名虾可能对应的是莫吉对虾或中国对虾 虾树三种以前都有养殖的 现在是南美白对虾和班杰对虾的天下 赖尿虾多各种规格都有 有两大类 一种是猛虾菇 可能是日本猛虾菇 个头相对大 另一类是孔虾菇 定种我没有资料就算了 猛虾菇好看和比较大条 但是孔虾菇比猛虾菇好吃就是了 波纹龙虾 因为捞苗市场的量比较大 市场上很常见 所名是小青龙 但比较正宗的牢州岛小青龙 是眼睛周围没有芳文的中国龙虾 比较少见 米穴青蟹 大个蛮高的 清明节是180一斤 非常满意 但真的吃不起 现在广州市区 很少见到有本地青蟹卖 都是便宜进口的巨原青蟹为主 战监兰花蟹极多的 这名是远海缩子蟹 从小吃得多 现在贵了 传统的战族方式是藏在沙子里 能够保持活性和新鲜度 这一箱是山游缩子蟹 所名东蟹或白蟹 水里面染的是一只红花蟹 也就是绣斑群 和一群远海缩子蟹的蟹 头竹类都是很典型的北部湾海产 小鱿鱼 长条形的是中国羌污贼 短身一点的是渡市羌污贼 可以看到色素细胞都还活跃 非常新鲜 白酌或者蒸熟就十分好吃 大概五六七十一斤吧 来是鲤鱼贼 藏将叫鱿鱼 山坎叫大卫鱼 其口感味道规格综合起来 可以算最好吃的鱿鱼各种吃法都好 藏将很多价格也不算贵 章鱼类只拍到长哨 这种比普通的八爪好吃 另外还有多件的鹅乌贼 这次没拍到 这些木鱼是古邦乌贼 和李牧乌贼 也都是藏姜比较长这样的木鱼 这位口感略逊 价格也相对实惠 用沙姜爆炒或者焖猪肉好吃 主场内的贝类档口也是全红灯 拍不清 好在市场外街市有不少品种 这里再看看盖矿 有毛汉肉 反而上贝和肉 生蚝 接尖的应该是上贝母气瓜 小海参 当地叫红螺的侧顶格 带子 也就是姜瑶 这是毛汉的肉 海湾上贝的肉 还有就是生蚝肉 生蚝是瑞西的特产 产量极大 所以一天到晚的这里 都有限开的生蚝 大小硬挑 不过三月底 已经是食温季节的尾巴 贵格和食温都一般了 三对大的生蚝肉 45一斤 带壳称是6块钱一斤 侧顶格 当地叫红螺 是瑞西特产 味道很鲜美 口感油滑 可以蒸水蛋 煎蛋 炒粉面 炒配菜 都十分的鲜美好吃 推荐 清口 也就是一倍 很多 一月份春节的时候 后壳一倍非常多 看起来肥美的很 规格也大 三月底就是翡翠一倍比较多 个头也大 可惜忘记问规格了 另外还有核鲜 液称 花鲜 花鲜 花鲁等等 回到市场内看看 花鲁是常规的品种 也就是方斑 东风鲁 三月底的时候 这种超大规格的大花鲁 开价170一斤 顶不顺 听说太大了也不好吃 一月份春节的时候 我手上的这个规格 才卖65一斤 现在是有季节的 这是蛇行贝 战争叫Gacha 小时候经常炒的送白粥 现在少吃 卖红螺 估计不是本地 是外地的养殖货 贝类还有其他一些的 灯光影响心情没有拍 这次发现 视频编辑一软件的挑战效果 还可以 下次可以拍多一点 朋友们 下一个市场再见了